好 很高興又看到大家 新的一年的第一次上課 那看起來也是 我們倒數第二次上課 下禮拜上完課就 這個學期的課就大致上就算完成了 甚至最後的專題的部分而已 所以剛好 覺得這一個學期的進度好像還算OK 就剛好照 就是原本設定的課程大綱可以交到 第十一個單元 第十一個單元檔案處理的一個部分 這個單元 第十個單元 就是今天主要會上的一個部分 所以 剩下兩次機會很珍惜跟大家 相處的機會 好 那今天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把這個單元給講完 所以我看應該是 今天應該是不太需要用到那麼久的時間 反正就今天如果 在時間之前我已經講完的話 今天就會 也是會提早下課 讓同學再回去 準備可能其他課的期末考的一個部分吧 這樣 那再提醒一下就是今天等一下 也會做那個教學意見調查 然後這樣一件調查之後 我們會做 算點名 這樣 所以今天點的名會 在比重上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有 蠻多同學還沒來的 所以如果你有認識的同學 還沒來 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趕快通知他一下 就在十點之前請他趕快過來 這樣子 就不確定 這個點名到最後 到底對他可以發揮多少功用 但至少是一個 加分的一個機會這樣子 好 那我就先開始 所以就是 這個單元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 比較進階的一個單元 但其實 我之前在 就學完這個計算機程式之後 再寫一些 不管是做一些專題 或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其實發現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還蠻實用的 就說之後 其實這個主題主要是說 如果你之後要做一個 類似資料庫的一個東西 譬如說 大家在專題裡面有看到 有些做 保險 庫存 金融相關的 還有電動相關的 其實我都覺得 你們應該會用到 今天要教這個主題 今天這個主題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說 它是一種 也是一種資料結構 只不過這個資料結構 跟之前所教的 這個array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於 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可以包含不同種類的變數 所以譬如說 假設以遊戲來看好了 你的遊戲 遊戲一個 你的主體可能是一個人物 或者是一個怪物等等的 每個人物應該有不同的屬性這樣 譬如說有什麼生命值啊 什麼魔法值啊 然後什麼 就是還有它的姓名啊 年齡啊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等於就是一個人物 它有好幾個欄位 但這些欄位的 的型態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這個人物的名字 就是一個字元 然後它的血量啊 可能就是一個 integer這樣 那就是整數 那它的可能 什麼什麼 譬如說拿的武器的強度 就是一個小 有小數點的一個東西這樣 那如果是用大家的成績來講的話 每一個人就會有對到一個姓名 姓名是字元 學號是整數 然後你的 GPA 大家的看到的學期成績 你看到的不會是一個 一個分數 不會是九十幾啊 或八十幾這樣 你看到的是一個等地字 你可能是3.5啊 或者是4.0這樣 它是一個小數 所以如果大家在最後的專題裡面 其實你有用到我剛剛所說的這樣的觀念 你有一個 你要處理的對象 它其實是有很多的 包含很多的資訊的話 那你今天 今天要交的這個東西 對你來說應該就會很有用 因為這樣子的資訊 如果你可以把它用這個 structure 就是結構 就剛好抓中文就跟它的英文 就直接翻譯這樣 結構 來表示的話 那麼你這個處理上 會變得非常簡單這樣子 後面還會再多教一個 算補充的 在課本裡面 這個它叫做是一個補充的 就是叫做 你要叫做聯合也可以這樣 也就是說 這個結構比較像是說 一個人可能有很多屬性 但是不一定每個屬性 我們都會需要使用到這樣 譬如說如果你要算 GPA的時候 你就只會用到 這個學生的 GPA資訊 但是如果你現在沒有要看 GPA 你只是想要 譬如說 拿它的學號出來做排序 根本不需要看 GPA的話 那你就會有 對這個東西有不同的用途 那就會有跟這個 Union會相關這樣 這個Union聯合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去選擇性的 挑選這個結構裡面的不同資訊 來做一些運用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會用一些 比較多的例子 其實這個講義裡面 就是用了蠻多的例子 要來跟大家講 到底這個東西要用在哪裡這樣 倒是它就是本身是什麼的這個部分 大家如果想要多了解一下的話 可以多看一下課本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主要一開始 就是先跟大家講說 那怎麼樣子 宣告一個結構 用結構來表示 你要你要做的專題裡面的 每一個可以說是物件好了 它的不同的屬性 所謂不同屬性就是這個 data field 這一個東西這樣子 那它的一個這個結構的一個 這個 structure 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字型 這一個 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是在於 它可以有它自己的 data type 也就是說這個 data field 每一個它可以有不同的 可以包含 integer 可以包含字元 也可以包含小數 如果是之前的教的那個正列的話 它一定只能存同一種形態的資料 你這個正列要嘛 就全部都是整數的 要嘛就全部都是小數的 要嘛就全部都是字元 它不可以混合著用 你不可以用一個正列 又存字元 又存小數 又存整數 它不行 但這個可以 這個 structure 這個可以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會跟大家再講說 那怎麼用這個 structure 來儲存資料 然後要怎麼樣子去 因為它有好多個欄位 它可能有姓名 有成績 有學號 我要怎麼知道 譬如說我要取奕鴻好了 譬如說 ю宏現在的名字 啊我要怎麼抓到 這個 它的 在這個結構裡面的 index index 要怎麼再找到它的學號 這個就要用到這邊 所叫的這個你 dot notation 這樣 它就一個點 一個據點 它就可以用它來儲存 它去用它來儲存取 沒有一個物件的不同的一個屬性這樣 好那結構宣告完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丟到 function 裡面 讓它去做一些處理 不管是當成 input 還是當成 output 這樣 有了結構之後 你甚至還可以去定義你自己的運算 譬如說現在我們有的運算 其實都是 C 程式裡面本來就有的 譬如說就是有 本來 C 程式就有提供我們做 譬如說小數的部分 你可以做絕對值 你可以做取整數 取 flow function c-link function 等等的 那如果你自己 譬如說你做一個專題 其實是一個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系統 裡面你可能需要有自己的運算 那這些運算到底要怎麼樣定義出來 像那個標準程式庫一樣 有那種求絕對值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做使用 你也可以用這個 structure 來定義自己的程式庫這樣 這個範例裡面就是說 那我們就以那個複數做一個範例 複數就是有那個實部跟虛部的那個 A加BI的 compress number就是A加BI 這邊就用這個來做一個舉例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結構怎麼樣子說 你現在假設想要創造一個自己的複數的一個系統 你要怎麼宣告那個資料的形態 要怎麼樣子去定義它有一些可以做的一個運算 就這邊這個算數運算的一個部分這樣 好最後倒數第二個這一個人就說 今天教的這個structure其實跟前面在交array的時候有一個觀念很像 叫做parallel array 所以parallel array就是說 因為array只能夠存一個資料形態而已 那在交array的時候 大家可以試著回想一下 那個時候我們其實有討論過一個範例就是說 如果我要用array的方式來表示一個學生的GPA跟學號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那個時候呢我們是同時宣告了兩個array 一個array是存學號的 一個array是存GPA的 所以如果我要找譬如說第一個學生 我就是去第一個array的第一個位置找他的學號 再去第二個array的也是第一個位置找他的GPA 我同時會有兩個array 但是我只有一個index這樣 就是這個array是存GPA的 這個array是存學號的 我要找第一個學生的 我就是到第一個位置找這個array的學號 這個array的GPA這樣 這個叫平型的array就這一個 這樣看起來有點麻煩這樣 所以在今天教的這個結構裡面 他就是把他同時整合起來 你只要不用宣告兩個array 就是用一個一種資料結構 一個也是一個資料結構 就可以表示這種不同的一個關係這樣子 最後就剛剛有跟大家提到的 這個聯合這個union這個部分 或者說綜合的這樣子 好等一下再跟大家講這個 等一下講到的時候再讓大家多知道一點 最後這個在課本裡面 其實他說是一個算是補充的 不過我還是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也蠻實用的 看大家會不會用得到這樣子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從就是10.1的部分 開始讓大家知道這樣子 好所以這整個單元 其實你就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就好 就是他想要做一個資料庫 凡是一個資料庫就是一定會有不同的 每一個物件就有不同的屬性 每一個資料庫 每一個物件所記錄的東西 就叫做record 就是記錄 他就是一種把資訊整合起來 針對某一個物件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就是大家 你要做GPA 學號等等 或是你的遊戲人物的血量啊 年紀啊 身高體重啊等等的之類的這樣子 好 好 那結構的type 結構裡面我們會宣告好幾種type 另外一個重點 結構裡面可以允許有不同的type 混合在一起 所以就看我們裡面會有哪一些這樣 好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一種資料結構 他上面裡面會有好幾種不同的元件這樣 每一種就有一種資料結構這樣 那也有可能就是一個結構裡面還有結構 譬如說就是 我們等一下宣告結構裡面 還會在裡面還有陣列 陣列在先前所交的時候就跟大家介紹過 他就是一種資料結構 但只能存單一種資料的形態 今天我們要介紹結構裡面 他也可以再宣告陣列 所以這個就叫做結構裡面還有結構 叫做階層式的架構 階層式的一層裡面還有一層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讓大家先知道一下一個專有名詞 在課本裡面大家也會看到這樣 所以待會的話我們就讓大家知道 到底什麼樣子的例子 他可以有這種所謂的紀錄 要把多重資訊整合起來 這個紀錄裡面每一種資訊的資料形態 該怎麼樣子來宣告出來 以及如果我的在宣告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再多裡面再多有一些結構 譬如說陣列這樣 怎麼樣做一個階層式的一個結構 其實都蠻簡單的 10.1算是一個算暖身這樣 蠻入門的一個部分這樣 好所以譬如說我們就來開始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個人 某一個人他想要做的專題是要記錄那個星球 就是那個銀河系裡面有的星球 他的一些相關的一個資訊 譬如說呢 這個他會記錄他的名字 他的直徑 他的 這個MUNS 繞月球 MUNS MUNS不是月亮嗎 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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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衛星的數量這樣子 這我倒是有點忘記 衛星 就假設他是衛星的數量好了 下面這個是繞太陽需要的時間 繞太陽一圈所需要的時間這樣 這個是他自己自轉 需要的時間這樣 所以他一顆 一顆星球 他就有這些資訊要記錄這樣 譬如說這個是木星 他的直徑大概是這樣 衛星的數量 這是衛星的數量嗎 衛星的數量 顯地球科學不太好 衛星的數量 然後他繞太陽需要11.9年 自己自轉要9.925個小時 這是木星的部分 大家也知道銀河系有很多行星 這樣子 那他就要做一個資料庫 把每一個這個星球的資訊給記錄起來 所以他就需要有一個資料結構來 表示他的名字 這些直徑等等的一個資訊 所以他在宣告的時候就會長這個樣子 這個固定的格式 這個大家可以先開始有個概念這樣子 他一定有的這個 開始的文字一定是叫type def 然後struct 這兩個是固定的 他一定是這麼寫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大瓜糊 然後大瓜糊這樣 裡面就是你要宣告的這些包含的一個資訊 譬如說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這個叫character 他名字這個就像是一個陣列了 所以這個就剛剛所提到的 結構裡面還有結構 hierarchical 他的階層式的一個部分 這個名字呢 他假設他的就是最多10個字元這樣 然後這個直徑 直徑的部分呢 他用小數的部分去做表示 或者是他想要表不一定是小數 double也可以表示一個很大的數字這樣子 譬如說這邊142800 然後衛星的數量整數 他的繞地球的時間 繞太陽的時間 自轉的時間double 所以從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謂的 一個結構裡面 他可以包含不同種類的一個資訊 不同種類的一個資訊這樣子 那待會呢 就是最後還有一個要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這個整個宣告完之後 你要給他一個變數的形態 就像是integre就是一種變數的形態 double也是一種變數的形態 但是要注意到的是 這些integre、double 都是C層式幫你定義好的 現在因為你要自己定義自己的資料結構 所以這個名字你可以自己寫 看你想要定義什麼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他就把 他就宣告定義的一個變數 形態叫做planet t 這樣就是星球行星的一個變數 那待會他等一下要 把這些木星的資訊輸入進去的時候 他就是用這個有點像我們在這樣子 用這個變數形態宣告東西一樣 等一下他就會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形態這樣 就是說以這個名字當作開頭 有點像是這個 就譬如說我要這個integre 我要宣告一個變數 它是integre的形態 我就會寫 我會先寫那個變數的形態 再寫那個變數的名字 現在我們把這整個東西呢 就叫做是一個 行星的資料形態 所以我要宣告的時候 就用這個 就用我定義的名字 planet 底線t 後面這個就是我的變數的名字 隨便你要取什麼這樣子 他這個就假設 隨便就是叫 currentplanet 目前我要處理的 所以我這樣子就宣告出來了一個變數 它是屬於這種資料形態 待會有趣的事情是 你就可以開始用這個變數的名字 來針對它填入它自己的名字 直徑 衛星的數量 跟這兩個 繞行的一個資訊進去這樣 所以原本 你這個moons 就只能夠存衛星的數量而已 如果你現在是用這種方式存的話 你這單一個變數 你就可以存 一二三四五六 六種資訊這樣 實際上你可以存 無限多種 看你需要用到幾種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開始定義的一個部分 比較要注意到的事情是這邊這樣 這個保留字type def struct 跟這個planet 這個變數的形態 中間大瓜糊包起來 看你裡面要宣告什麼 就跟之前教的是一樣 只不過說外面多了一層這個東西 再把它結合起來 讓這個變數可以同時有多個資料形態這樣 好 所以這個是宣告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好 那有了這個變數名稱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用這個變數名稱 跟去填入它的名字直徑等等的資訊 現在 應該先講一個之前的 之前我這樣子宣告 integer moons 我就可以知道 moons 就單純就只有 integer而已 但現在如果我宣告一個變數長這個樣子 它不見得只有一種資訊 它有這麼多種資訊 那我怎麼樣子知道我現在要拿哪一個資訊呢 我就要用到它一個特殊的一個運算符號 叫做這個 direct component selection 直接的運算存取 直接的運算存取 它其實就是一個句號這樣子 它的形態比較會是像什麼勒 就像後面這個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這樣子 看到右上角這個 它就是呢 在我們已經宣告完這個變數的名字之後 譬如說下面這個就剛剛所跟大家講的 這個是我剛剛定義的變數的形態 後面這個是我變數的名字 我接下來要存東西進去 我怎麼存呢 我就用這個變數的名字 currentPlanet 大家注意到後面加一個點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點 這邊有一個點 這邊有一個點這樣 句點 句點就是我前面這邊所說的這個 direct component selection這樣 一個句點 所以接下來你要存 譬如說你要存木星這個名字進去 剛剛我所宣告的這個變數的名字那個欄位 我要怎麼存呢 因為名字是一個字串 這邊要就用stringCopy 就是在字串那個單元有跟大家講過 你要把一個字串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 你可以用這個stringCopy 後面前面是木地地 後面是來源這樣 所以我這麼寫 我就會把這個木星的名字填到 我目前這個變數點 這個name的這個欄位裡面去 然後如果我要把它直徑存進去 那它是一個double 或它是一個double 我就直接寫 142800存到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這個變數 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邊如果我現在不是取CurrentPlanet 我取A啦 B啦 比如說取A的話 那這邊這個CurrentPlanet就要變成A 然後就點diameter 就是它的直徑等於多少 點moons等於多少 點這個obitTime rotationTime 這邊就這樣存進去 所以這邊的重點就是說 你把這個宣告完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用 你用宣告這個變數的名字 加上這個句號就是這個選擇器 這個點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點的部分 來看你要針對哪一個欄位填入數值 或者是要去把它的數值拿出來這樣 這個就是這個點的意思這樣 所以你這麼寫之後 它每個欄位就會按照你這邊 所寫的這個程式 它就會填入你要的這個資訊 所以這邊有兩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是怎麼宣告 宣告完之後 你怎麼宣告那個 怎麼宣告那個變數 然後去存取它裡面的欄位 再注意一下 就這個點這樣子 再注意一下 這個欄位裡面的這個東西 是你自己制定的 所以你們可以回去的時候 看一下你自己專題 是不是說 哪邊寫量 是什麼儲蓄多少 負債多少等等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句號 他們目的就是要產生 創造一個 一個算 它是寫reference 就是一個參考的一個依據 讓你知道說 怎麼樣子去抓到你要的那個欄位這樣 好 這個period是句號的意思 就它可能會有什麼期間啊 週期 但在這裡是句號的意思這樣 這個叫直接的存取 所以你看到這個名詞 你大概就可以想像的到 待會還會有一個叫做間接的存取 直接的存取跟間接的存取 直接的存取在這邊就是直接用句號 那間接的存取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什麼時候需要用那個東西 要怎麼樣子來做使用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變數的宣告是長這個樣子 後面我們就再多看一點例子 你就會更清楚 這個東西到底是要怎麼樣子來做使用這樣子 好 好 那這整個表呢是到目前為止 我想應該 應該是我們這整個學期你會用到的所有運算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 所以這個不用 倒是不用背啊 就是你就直接 你等一下你要用的時候 萬一程式跑出來 或是你在寫code的時候 你要混合多種運算 但你不確定誰會先做的話 那你就來看一下這個表這樣子 最上面的是最優先序的最下面的是最後面座的這樣子 所以今天教的這個點這個東西呢 它是在所有的運算裡面優先權最高的 所以假如你一行code裡面有用到結構的點什麼東西 它就會先去看它到底要點什麼 先把那個東西給拿出來 譬如說像這樣 你這樣子寫 Current parameter.diameter 你可能到時候會把這個東西拿去做相加或相乘 所以如果你譬如說你要把這個diameter加上這個ob time 假設雖然這樣沒什麼意義這樣 你要把這個加這個的話 加相對於這個點這個的優先順序是低的 所以它會先把這個點diameter的資訊拿出來 點ob time的這個資訊拿出來 最後才會去做相加 相加在這裡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在C裡面不同的運算都有它運作的一個順序 如果你真的不太確定 到底什麼樣的順序是你想要的話 你就幫它加個刮弧吧 加個刮弧優先順序就會是最高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每一個要做什麼呢 這個大家就可以看一下這樣 所以優先權最高的 像是陣列的存取啦 function丟直進去的運算啦 或者是這個點 就是這個structure 要存取直接存取那個元件的一個運算 好 這邊有加加減減這是什麼呢 你看到名字這裡有postfix跟prefix 大家還有印象加加減減的是用在哪裡嗎 用在回圈那裡 它是不是有i加減跟加加i 那兩個有什麼差別 如果我寫i加減跟加加i i加減會是什麼意思 i加減就是我會先拿i的東西拿去用 用完再去做加的動作 如果是寫加加i 那就是我先加 然後才去用這樣 所以這邊我要用這個例子 來跟大家講這個associativity 是什麼意思這樣 就說這個加加什麼呢 associativity就是說 如果你有譬如說三個東西 你要a加b加c好了 假設是我先用加法好了 這個a加b加c 你沒有刮虎 那誰會先做 a加b加c 是a加b會先做呢 還是b加c會先做呢 還是a加c會先做 你們猜會是哪一個先做 a加b加c的話 你沒有刮虎 你只是單純寫個a加b加c 那誰會先做 哪一個加會先做 前面那個a加b會先做 這個叫做left的associativity 就是加號的靠左邊的會先做這樣子 你會看到有一些是right的associativity 譬如說這個加加prefix i加加 i加加 i加加的話就是 我右邊的東西會先做 不對 加加i right 如果你有這個正負號 就是負正 這正負號的話 你負一個什麼東西 他會先把負右邊的那個運算先做完 才幫他加負號這樣 這個就叫做 靠右的 右邊的associativity這樣子 所以再複習一次這樣 這個什麼叫associativity 就是當你有很多個運算 應該說很多運算值 比如說a加b加c 或者是a乘b乘c 的話 那誰會先做 這個關係就叫做associativity這樣 所以你看到加減 這個都是left的 a加b加c a加b會先做 做完之後才去加c這樣 他乘除也是一樣 也是相 就left的 但如果你是正負號這些 或者是你有取這個 我們那個指標那邊取位置的 一個位置 一個刮斧裡面的一個東西 那麼他右邊的東西會先做 這叫做right的associativity這樣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說 你如果要使用到不同的運算 要去整合起來的時候 但你不太確定 他的優先順序 或是說你已經寫了 但是出來答案錯了 那你就開始懷疑 會不會是 你自己在寫的時候 忘了加瓜糊 導致他自己有一個優先順序 你誤會了 結果那個出來的結果是錯的這樣 那你到時候就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這樣 今天交的新的東西在最上面 就是他那個點的東西 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什麼呢 這個運算一定會先做這樣 在你開始做加減乘除 正負號之前這樣子 好 這也主要 主要只有要跟大家講這個而已這樣 好 所以這個就10.1 10.1就跟大家講 怎麼宣告 然後怎麼樣子去存取這樣 好 到目前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會覺得熱嗎 我們會覺得有點熱 還是你們覺得還好 覺得很冷 好 可能是因為我今天穿太多了 我裡面穿了一件發熱衣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說 那如果我一個結構宣告好之後 我可能會拿去給Function做運算 那Function做運算的話 我基本上 我就會拿它當做input的一個參數給它 我把我剛剛那個 衛星的那些資訊都建好了 我現在有木星 火星 天王星 水星等等的 甚至我月球搞不好也輸入進去了 那我接下來要拿這些行星的資料來做一些運算 譬如說我要做一些比較 看說誰的衛星的數量比較多 或者是誰的 我把這個貼盤的元素裡面的數值都扔給那個Function去做運算 譬如說如果你等一下寫了一個Function 你要把這個就是這個好了 木星的資訊 你就丟一個這個CurrentPlanet這個變數給這個結構的話 那麼他就會自然幫你把這邊所有他有的欄位 就這些東西全部一起丟給那個Function來做運算 你不需要自己一個一個慢慢傳 你就把那個變數名字扔給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這些東西都給那個Function 扔到那個Function之後呢 你一樣也是用那個點那個運算 用那個點的那個部分 你就可以拿過來 拿他的各項資訊 就點Name啊 點這個直徑啊 拿他來做一些處理這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到底是怎麼做的好了這樣 所以這邊是這個意思 待會我也會講這Output的Argument的部分 就是說你可以拿他丟到Function裡面當Input 你也可以呢 把這個東西把這個結構扔到那個Function裡 叫他幫你處理完之後 更新你的結構裡面的資訊 如果要更新裡面的結構的資訊呢 你就等同於是把它當成是一個Output來用這樣 就是我現在要更新 譬如說我的行星裡面的 就是運行的軌道的可能時間吧 但是一開始我沒有值 我需要去做一些運算之後才能得到這個值 那這時候我就會把這個結構的變數丟給那個Function 他幫我算出來之後 更新我這個結構裡面的那個時間這樣 那就叫做Output 如果是做這件事情呢 那我們要怎麼使用呢 就跟之前教那個陣列一樣 只要你要把一個變數扔給他 然後叫他幫你做處理 這個變數又有很多東西的話 你就要用指標的方式 你扔個位置給他 叫他去那個位置裡面幫你做更新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 如果要做Output的話 就是把結構丟一個指標 變成一個指標丟到那個Function裡面去這樣子 其他都跟之前教的是一樣的 所以這文字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再仔細看 概念上就是Input比較單純 你就把結構扔給他就好了 變數名字扔給他 如果你要當Output 你不只要扔那個名字 你還要把它弄成那種指標的形態 加上一個星星扔過去 把位置給他 他就可以幫你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好 我們先來看就是剛剛所說的那個 衛星的那一個東西這樣 好啊 一開始先複習一下 剛剛我們宣告的那個 行星的變數形態叫做Planet T 回來看一下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比較 對大家來說應該比較陌生一點 Planet T這樣子 裡面有這些東西 所以待會我要用這個東西 宣告一些變數讓我來做使用 現在呢我有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呢是可以讓我呢 這個function叫做PrintPlanet 就是可以幫我把這個行星的資訊給印出來 所以我已經假設 在這個function要被呼叫之前 我已經假設那些行星的資訊 我都已經有了 這個function主要只是幫我把 這個行星的資訊給印出來而已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我的行星的變數名字 扔給這個function 當做input來做使用 所以你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叫input 拿它來當input 所以呢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function呢 我會丟一個變數給它 這個變數的變數形態叫Planet T 我這邊隨便宣告一個變數叫PL 就代表我會扔進來的變數 那接下來呢 因為它是印東西嘛 所以你會看到一堆Print F 那我開始要印它的名字 那我要怎麼印呢 那就是像這樣子 我丟一個變數進來 給它這個變數的形態是這個 那這個變數既然它的形態是這個 它就有很多欄位 有那些名字的資訊 我現在要印名字 我就用這個PL加上一個點 就是這個點很重要這樣 就點name 它就可以把這個name的資訊印出來 你如果要印直徑 那就是點diameter 然後你要印這個衛星的數量 就點什麼 所以這邊只是單純跟大家講 就是你如果要拿它當input使用 你就把那個變數名字 扔過來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寫這樣子的形態 看這個變數是什麼 然後用點的方式 你就可以存取到它裡面的 每一項資訊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覺得腦袋快爆炸 我個人以前在大一的時候 學這個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 因為他講一講之後 他會突然間跑去喝可樂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老師蠻有特色的 你會發現大學裡面 有些老師都還蠻有特色的這樣 譬如說有的老師 會穿短褲加藍白拖進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他就走進來之後穿藍白拖 然後穿假假假拖 然後就短褲 然後上面穿汗衫 你有看過嗎 好吧那你們可能以後會遇到吧 可能就還蠻特別的這樣 然後有的老師就是 一進來就是都不會笑的 就是很嚴肅的 有的老師就是講話就是很好笑的 等等的這樣 都還蠻有特色的這樣 那我為什麼要講到這個 我要講說我那時候聽的時候 聽不太懂 因為老師講一講之後 他就會自己在很奇怪的地方 像頓點然後跑去喝可樂這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有聽不懂的地方 要跟我講 因為算是第一次教這個 想要不太確定這樣子講 大家能不能接受那個說法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把這個Function 拿結構當成是一個input 來做使用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說這邊是丟一個結構進來而已 如果我現在要比較兩個結構裡面的欄位 欄位的資訊這樣子 或者是我比較兩個不同元件的 譬如說我兩顆行星 我想要比較它的衛星的數量 或者是它繞行太陽所需要的時間 譬如說這邊就要做這個等於的比較這樣子 那我就可能會輸入兩個planet的一個變數 planet1跟2進來 那這邊他就要說 這兩個就是行星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會不會你創造了一個變數名字 叫做A 另外一個行星的名字叫做B 結果A跟B 居然根本就是一樣的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他就把這兩個行星的變數輸入進來之後 然後他就return這個東西 這個寫法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他不是說先比較完之後判斷那個結果 然後return那個結果 他是直接把那個比較的運算放在這個return裡面 大家這個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什麼時候我要回傳這兩個東西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呢 就是如果這兩個的各項資訊都一模一樣的時候 各項資訊就包含它的名字 它的衛星的數量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樣子寫 他比較這兩個.name 1跟2它那兩個名字用string compare 所以如果你專題要用到比較兩個字 就是串與不一樣 String compare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指令 看這個是不是等於0 如果是等於0的話就代表他們兩個是一模一樣的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的直徑是不是一樣的 他們的衛星數量是一樣的 只要這1 2 3 4 5 5個都一模一樣 那就回傳說這兩個變數是一模一樣的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這邊的算是這個範例只是要給大家看一下說 你不一定只能夠輸入一個這個結構的變數而已 你也可以跟之前的function一樣輸入多個input的一個變數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input比較簡單 output就會稍微複雜一點這樣 這邊就是要算output這樣子 這個output是叫做 這個function的名字叫做掃描planet 也就是說它可以讓我去輸入這個行星的資訊 那我要怎麼輸入這個行星的資訊呢 我就這邊創造一個function這樣子 然後我把一個變數的名稱 變數就是這個行星的變數丟給它 但是要注意到我丟的時候是丟一個指標給它 因為掃描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等一下你會在這個code裡面看到 它就是在裡面會開始叫這個使用者輸入東西 輸入東西然後它就要存起來 存起來的時候它就要存到那個結構的資訊裡面去 所以把一個東西存到一個東西裡面去 那個東西就是存到行星那個變數裡 那個行星變數等同於是一個output 它是一個輸出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邊 我宣告一個result這樣 result就等於scanf這一個 scanf這邊呢 在我開始執行這個scanprint之前 我應該會有一個這邊沒有寫 應該會有個printf說 請使用者開始輸入我的行星的各項資訊 接下來它就會呼叫這個function 然後用這個scanf呢 開始把它輸入的東西呢 存到這個東西的各項變數裡面去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裡就是它等一下會輸入五項資訊這樣子 name、diameter、moor這些 所以就跟之前scanf是一樣的 這邊其實重點是在後面這一塊 這邊看起來稍微複雜一點這樣 前面就跟之前scanf是一樣的 我要存五項資訊 第一個是名字 它是一個字串 第二個是一個double 所以我用這個來存 第三個是衛星的數量integer 後面兩個都是時間都是double 就這樣子存 那後面這一塊呢 就需要稍微解釋一下這樣子 因為我把它當output進來用 所以當我輸入 真的輸入一個名字的時候 我怎麼樣把它真的存到 我那個名字裡面去呢 它是個指標嘛 指標進來呢 它是個位置 所以我要加上一個信號才可以代表 這個真的指到那個變數 這個是之前教的那個指標的概念 加上一個信號之後 你才可以用這個位置 去指到那個變數 變數裡面.name 就是我要的那個名字 所以它就把這個東西存到這個裡面來 person s 存到這個裡面來這樣 好 那diameter這個東西 我要怎麼存進去 因為我第二個輸入的資訊 是這個行星的直徑 我要怎麼存到裡面去呢 那我就必須呢 這邊要注意看一下 就是說我先用這個信號plnp 指到那個變數 指到那個變數之後 再指到那個直徑 但是指到那個直徑之後 我要把 因為它是scanf 我要把那個直徑的數量 那個資訊存到它的位置裡面去 把存到這個diameter的位置裡面去 所以多了一個and 有點像之前就是變數 有點像之前就是變數 你不是要輸入一個變數進去 輸入一個直到一個變數 你後面scanf放的就是要加一個and的資訊 除非你本來傳給它的就是一個位置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必須呢 就是先用這個信號plnp 指到那個變數 再用點呢 指到那個欄位 然後整個東西呢 再做and 整個那個東西再做and 去抓它的位置出來 讓你到時候輸入的第二個數值 也就是那個直徑的資訊 可以存到這個位置裡面來 後面這個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第三個會輸入的是 衛星的數量 它是一個integer 所以用persond 那也是一樣 信號plnp指到那個變數 點moon 點到那個變數的那個欄位 然後整個東西呢 做and 把它的位置丟給scanf 去做儲存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這樣子 其他就沒什麼特別 其他下面都跟上面是一樣的 就這個紫色的 所以你看課本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看那個紫色的部分 這邊它就會開始幫你 請你輸入這個東西 然後你應該就會連續輸入五個數字 如果你真的輸入了五個數字 這個result就會等於五這樣子 代表你輸入了一個五 五個資訊 如果你真的輸入了五項資訊 它就會回傳result等於1回去 跟這個程式就會回報使用者說 誒你成功的輸入了五項資訊 因為要回傳的資訊是1這樣 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輸入五項資訊 譬如說你只輸入了四項資訊 它就會回傳0 那就跟你講那你輸入會有問題這樣子 你就會有一些錯誤訊息來類似防呆這樣子 來跟使用者說你的資訊不太夠 你要記得再輸入五項資訊進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技巧大家也可以學一下說 誒如果譬如說你最後專題程式 就是你要在你的專題報告裡面 專題報告到時候會請大家特別強調 你這個專題的特色 或者是叫亮點這樣子 你覺得你這個專題特殊 你覺得非常特殊的地方是什麼 譬如說你就說你可以你有做防呆 使用者不管再怎麼呆 你都可以提醒他就輸入正確的資訊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盡量的思考一下 使用者到底會有多呆 就是說你已經跟他講要輸入這個東西了 但是其實還是會有使用者輸入錯 那你的程式可不可以導正他去輸入一個 要不然譬如說到時候如果我跟助教 我們就真的蠻呆的 輸入一個你跟我講要輸入那個 我就偏偏輸入 你跟我說要輸入一個整數 我就偏偏輸入一個小數給你 你的程式會不會就當掉了 揮穿然後就直接跳出一個什麼記憶體 這樣耗盡之類的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看大家怎麼運用你的時間 你就盡量做得完整一點這樣 把你覺得特殊的地方強調出來 特別是把你這個專題有用到 整個學期教哪些東西給強調出來 這樣我們就會更好評分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這樣當output做使用 因為他有指標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一個很熟悉的圖 他就會跟你講說 到底這個指標指了之後 他做了什麼事勒 PLMP是我們剛剛傳進來的這個指標這樣子 他會傳一個指標給這個function 指標會指過來 這個就是man裡面的 CurrentPlanet這個Structure的變數 所以這個一個指標過來 然後就可以用點的方式去點 看你要怎麼把這個資訊存進去這樣子 如果真的五個資訊存進去之後 這個result就會等於5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這邊大家就算是課本這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剛剛所看到的幾個變數的形態 它的一個意義是什麼這樣 如果我單純是用PLMP的話 我單純只有寫PLMP在這個例子裡面 PLMP本身是一個什麼東西勒 它是一個結構嗎 我現在不是 它不是結構 因為它這邊有個信號 PLMP在這個時候 它只是一個位置 這個聽得懂嗎 因為這個是跟指標有關的 我傳進來 這是一個信號嘛 所以我傳進來的PLMP是一個位置 它是一個這樣子信號的一個形態 它是一個位置 我要加上這個信號之後 它代表才是我這個結構的變數名 形態 加上一個這個信號這樣子 因為這個表是根據這個來的這樣 我傳一個PLMP進來這個function 我是加上一個信號傳進來的 也就代表PLMP我丟給它的是一個位置 所以讓大家回憶一件事情這樣 所以在main function裡面 假設我要丟一個變數 就是行星的變數叫做a好了 我要怎麼樣子來呼叫這個function 你們覺得 聽譯 一個變數名稱叫a 在main function裡面 它是一個structure 怎麼呼叫那個function才是正確的 嗯 這個等一下再給大家做的練習 以及點名的那個東西裡面 也會再讓大家思考一下 你如果會覺得這張有點複雜是蠻正常的 因為這張已經在很後面了 進階的那邊了 這個加上我下禮拜交完 我那整本好像幾乎要交完了 我其實原本還蠻擔心 這個學期只能交到一半的那個帳 因為照我以前的速度 我一個小時只能講10頁而已 這樣子 真的 以後如果你們有機會上到 假設以後 我有緣去開大家的數位系統設計的話 你就會知道 我數位系統設計就不是這麼教的 我一個小時最多只能講10頁而已 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程式設計 我可以講這麼快 這樣 不過有一些是因為它是code 數位系統那邊是 比較多內容要講這樣子 在你們這一屆之前 數位系統其實都是我在上的這樣子 對 所以以後如果有緣 還是不要有緣 你們還是 數位系統還是不用有緣 以後有別的課在說 應該是下一屆的同學有緣 就會看到我一個小時只能教10頁 這樣子 就是這個觀念給大家複習一下 這樣 假如這邊function已經是這樣子宣告了 那麼我在mainfunction那裡 一定是會去呼叫這個function 假設我現在宣告一個planet的 那個結構的變數叫做a 然後我要把這個a 拿來給這個scanplanet來做使用 那在mainfunction那裡 我要怎麼呼叫他 所以你是意思是說scanplanet 括號就a丟進去就好嗎 對 確定 確定 對 然後再一個分號 再一個分號 你還要不要再加一個東西 我這個程式還蠻人性化的 我會不斷的提示 and and 要加一個and 因為他這裡是丟指標進來 你要加一個and a這樣子 你要把a的位置 扔過來這個function裡面 and a 你自己要寫的時候記得去試一下這樣 如果你是要把他當output使用 你要丟指標給他這樣子 就是用and這個符號去抓到 那個變數的位置 那你在main function裡面 寫的時候就變成寫scanplanet 括弧and a 然後分號 他就會把and a的位置扔來這裡 當成這個plnp這樣子 所以plnp本身是一個位置 那有了這個位置之後 在這個function裡面 他怎麼樣子抓到那個變數呢 就是加上這個信號 加上這個信號 你只要把他當output 你就要給他位置 讓他 叫他幫你去那個位置裡面 直接改東西 你如果沒有給他位置 他只能夠把他的值拿出來用而已 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這樣子的意思 這個也是這樣子 剛剛看到這個and 如果剛剛我加一個信號 再點diameter 這整個東西的資料型態 是什麼呢 他就是double這樣子 因為這個diameter 原本我宣告的時候 他就是double 我是把這個 這個就指到那個 那個結構的變數名稱了 然後再抓他的 直徑這個變數出來用 直徑的變數 剛剛宣告的是double 所以他的資料型態就是double 但是如果你要抓他的位置的話 就前面加一個and 你要給scanf用 你要把位置給他 你就要再把這個and給他用 這樣子 好 所以問大家一下 這一串裡面誰會先做 這一串 誰會先做 這邊有一堆運算 有這個and的信號 刮斧點 誰會先做 刮斧先做 然後刮斧先做 抓什麼 他會抓到什麼東西 抓到 直 兩個字 兩個字 抓到 應該不是一個字 抓到什麼的值 這樣子 這樣子他會抓到什麼 就是抓到那個行星的資料 變數 變數 那個變數 然後你再加上一個點 點 去點那一個diameter這樣子 抓到他 再過來做的運算是這個點 元素的名字 最後才是做這個and 這個運算 所以是這樣子 他是有一個優先順序的 你不要寫錯這樣 寫錯他就會看起來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error 你們現在在寫的時候 有看到奇奇怪怪的error嗎 其實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debug也是一門藝術這樣子 就是說 你一個bug 抵很久 你可能可以嘗試 拿給另外一個同學看 他可能也許十秒就會看完 看出來是什麼問題 這樣子 就是 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你已經在那個裡面 耗太久了 你已經 太陷入在裡面 可能可以給別人看一下 或是你有組員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那個專體的部分 記得好好做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子 就說 這樣子直接是這個直徑 加上一個and 是我們為了要在這裡 scanF 你要存東西進去的時候 除了這個字串之外 字串本身就是一個 那個 字串名字本身就是一個位置 其他的這些變數 你都要加上這個and 才能夠把位置找出來 丟給scanF 讓他幫你去做處理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接下來要講另外一個叫做間接的 欄位存取 間接的欄位存取 這樣 剛才是講直接的嘛 直接的欄位存取 就是加一個點而已這樣子 可是這個加這個點呢 有時候會造成一個困擾 就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看這些東西 你覺得很煩這樣子 或是說你覺得很困擾 你還要記得加一個and 然後加這個點 你會不會覺得很困擾 如果你會這麼覺得的話 那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東西 就是可以幫你解決這個煩惱這樣子 就說如果你現在傳進來的是一個指標 你要抓到那個數值 還要拿它的位置出來用 你只能夠這樣 你一種方式就是就要這麼做 你要記得用信號指到原來的 那個結構宣告的變數 然後還要記得做這個點 然後還要再記得做個and 所以開發C程式的這個人就想說 那有沒有可能呢 就是一種更簡單的方式是 避免使用者忘記做這件事情 他就弄了一個新的符號 叫做間接的存取 這間接的存取 就可以讓你直接省略 這個and跟這個信號 等下你會看到 這個and跟這個信號會消失 也就是說你可以直接拿這個指標 PLNP這個指標的位置 直接去存取你的這個欄位 你不用再去點 不用加這個信號 也不用再加這個and這樣子 這個是怎麼做呢 它的那個特殊的符號 就叫做這個 一個一撇在一個大於 一槓在一個大於 有點像箭頭 這個就叫做間接的一個存取 這個間接的存取只能夠用在一個地方 就是你的 你的那個結構傳進來的是指標 如果那個結構本身就是 就是變數的話 你就不可以用這個 這個減號加上這個大於 你只能夠用就是前面這種點的方式這樣子 用一個簡單的例子這個 就像這樣子 如果這個傳進來單純就是一個變數而已 就PLNP1這樣 那你只能夠直接用這個點而已這樣子 直接點就好 除非你現在傳進來的是個指標 像是這個樣子 你覺得這樣子做很麻煩 要有信號又要這個AND實在太複雜了 那你就可以考慮用後面這個間接的這個方式 一槓加上一個大於的這個符號這樣子 好 所以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不對 那個AND還是在 就是像這樣子的 這個減號大於的功用是什麼 就是本來它是這樣子的 本來你要記得呢 就是加上一個信號去存取到它 再去點一個東西 接下來呢 如果你有這個減號大於呢 就等同於你就可以把這個信號拿掉這樣子 欸 等一下我這邊寫錯了 這個應該不是點 這應該是這個一槓大於 大家可以改一下一槓大於這樣 這個一槓大於這樣子 現在改一下好了 就是如果你有這個你傳進來的是個指標的話 你不想要再加這個信號去做這個存取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用它的位置給它 然後加上一個一槓大於 那這個就叫間接式的存取 所謂間接就是你只是給它位置 它會自己幫你呢 去這個位置找到那個變數 然後再去點到那個欄位來幫你做 本來你是要自己主動做這件事情的這樣子 所以就變這個樣 好 所以 這麼做之後呢 本來的code是長上面這個樣子 就是剛剛所前面所看到的 有這個AND 有這個信號的 接下來呢 它就會變成下面這個樣子 所以剛剛一開始我有一個地方也講錯 就是 有這個 簡號箭頭呢 省略掉的是這個信號這樣子 就是這個信心 這個可以不用用 不用寫這樣子 但是前面的AND還是要 所以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個plnp這個位置 根據這個位置去抓到它的直徑的資訊 然後再把這個直徑的這個記憶體的位置 AND找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我額外加進去的 你可以 看你要抄下來還是要拍下來做一個對照這樣子 就是說上面跟下面你可以自己選 這沒有人說一定要寫哪一種 就看你習慣 你比較喜歡寫上面那個還是寫下面那個 這差別就在於這邊有一個信號這邊沒有而已這樣 信號就要配這個點 沒有的就要配這個-大於這樣子 你要再記一下 這個下面這個東西呢 成立的條件 plnp一定要是指標的形態 它一定要是指標的形態 如果它只是個變數 你只能用上面這個 你只能用點的方式這樣子 減號大於的方式 只能夠適用於指標的形態來做非直接的存取 間接的存取這樣子 好 讓大家思考一下看這邊 我看可能有些同學 眼神有點茫然這樣子 通常我這個時候都是最害怕的時候 這樣講一講之後 大家眼神看起來還蠻茫然的 我就想到底是哪邊 可能還可以再講的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有沒有哪邊不太清楚的這樣 其實這邊你可以聽觀念 但你回去的時候 一定要自己試著寫一次 你就會很有感覺 這到底結構好用是在哪一邊這樣 我是我個人看大家的專題題目 我是覺得很多組的題目 都蠻適合把這個放進去的 你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如果你不要這麼做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你有這麼做 你把它強調出來 後面我們再算分數的時候 比較好算一點 這個都會被算進去 那個分數裡面去這樣子 好 對 期末專題是要看大家 怎麼樣把這學期 教到的一些方法 把它整合起來 用在你的專題裡面 所以不見得要做太難的 除非你以後想要開那個 遊戲開發公司這樣子 好像我們台灣好像有個 有個大學有開這個系 好像是馮甲大學 就是開發遊戲 現在開發遊戲好像都要開發線上 好 所以這個就是10.2的部分 所以這邊比較困難的 我個人覺得就是 output這一段 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當 這個output使用的話 好 注意一下我 你如果是有下載講義的 我把這個講義的順序稍微調了一下 這樣 就是說 我記得這一頁應該原本是在後面 就是這幾頁後面的這樣 然後我在準備的時候把它調整了一下 先讓大家知道 output是這樣子來做使用 然後再講後面那些範例這樣子 所以這個10.2我覺得比較 對大家來說比較挑戰性的地方 就是這一塊這樣子 當它做output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它是一個指標傳進來 指標傳進來的時候 你要記得用信號才能指到原本的 或者是你就不要用信號了 你就把這個信號跟這個點拿掉 變成一個一槓大於的這個方式 這樣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就這兩種方式 你可以做考量 看你喜歡用哪一種這樣子 大家要注意到 只有指標才可以這麼做這樣子 當你把它當output做使用的時候 才可以這麼做這樣 好 大概是到目前為止OK嗎 好 睡覺的同學 旁邊的同學可以搖一下它這樣子 好 OK 如果覺得精神真的不好 可以出去洗個臉再進來這樣子 好 後面就稍微簡單一點 就沒有那麼複雜這樣子 後面就是一堆範例這樣子 跟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 其實這整個單元最困難的 應該是10.2 跟最後有一個union那塊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我們就來做 就再多考量一個function這樣 function的用途這樣 我們剛剛有提到 你可以把Structure 就是那個結構 那個變數 行星的那個變數 扔給它 就要幫你做 就要幫你做一些處理這樣 所以它處理的方式 就跟一般我們所學的function 是一樣的 它就會幫你做一些運算 然後幫你把那個值給存進去 如果你有丟指標給它的話 這個就這兩段的意思 就是要講的東西這樣子 好 那大家要注意到的事情是 如果你有丟結構給它做一些處理的話 它不像那個過去教的function一樣 它會把那個變數的位置 再扔回去給那個main function這樣 它就是呢 把那個每個component的所有的值 扔回去給main function做處理這樣 所以有點像是這樣子 像前面這個例子這樣 就這樣 你在這裡把它存進去這些變數裡面之後 到時候在main function裡面 它收到就是這些變數裡面的數值這樣子 它不會再需要拿它的位置出來 你就是把它存進去之後 它就是直接就是拿它的數值 可以來繼續做使用 所以整個這個流程來講的話 應該是一個main function 一開始應該有個printf 請使用者輸入行星的資訊 然後它就執行這個function scan planet 它就把變數扔給這個function 然後叫它把它存進去 可能會用一個for回圈 存不同行星的資訊 存完之後呢 它應該就會再接前面這一個 這個print planet 把每一個行星的資訊先印出來 看一下存的對不對 所以你在你自己的專題裡面也可以這樣 你如果做了一件事情之後 你不太確定那件事情有沒有成功 你就在後面再加一個printf的動作 你要去讀檔案的數值 專題要讀檔案的數值 讀進來之後 你如果不確定到底有沒有真的讀進來 你就在讀完之後再加個printf 把那個讀進來的資訊 秀出來看一次 看答案對不對這樣子 所以 大概流程上會是長這個樣子這樣 所以這邊再把這個資訊存進來之後 它就直接拿這個數值 後續再做一些處理 看你要做比較 還是做一些印出來的動作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的文字有點多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好 所以要傳這個值回去這樣子 好 所以譬如說這邊 剛剛講的這個例子這樣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現在不是用 用另外一個function 來輸入這個行星的資訊 譬如說 我現在就宣告了一個變數 應該說一個function 叫做getPlanet 你不用丟那個 就是任何的input給它 大家注意一下 這一頁你可以拿來跟 就這個資訊你可以拿來跟 前面這個scan 這個scanPlanet做比較 我先回來這裡 這個scanPlanet 你要丟一個input變數給它 丟一個input的結構變數給它 然後用這種方式 請它幫你去把值存進去 它回傳的值是看 它回傳的數值是什麼 看你有沒有輸入正確數量的 變數進去 這是第一個 這是一種做法 我現在要講的是 類似於這個功能的第二種做法 你也可以用接下來的講第二種做法 所以 我現在講的東西是兩種 同一種功能但是有兩種做法 這是第一種 你要丟input變數進去的 你也可以選擇用第二種 就是如果你在 你要用結構寫你的專題的話 不要丟 不需要丟變數進去 但是呢 你整個方形要回傳一個 就是結構的變數出來 所以這邊要注意到 這個方形的回傳數值 它的資料結構 就是我剛剛所宣告的那個 結構的變數名稱 Planet這個T這樣子 這個方形在做什麼 其實它做的事情 完全就是跟剛那個scanPlanet 那個方形一模一樣這樣 只不過它的實現方式不一樣 在這個方形裡面呢 等一下你會看到 我先修下面這個給你好了 這個是 剛才講義沒有的 你可以把這一段給抄進去這樣子 這個方形要怎麼使用呢 就是到時候呢 你就是 自己在man function那邊 宣告一個Planet的變數 譬如說我們剛剛 整個講義一直宣告 就叫currentPlanet 你就這麼寫就可以了 呼叫這個方形 然後這個方形就會去幫你 把這個結構的資訊 收集好之後 透過它自己的方形名字 回等於給這個 你所指定的這個變數 所以你可以再註解一下 這一段應該是寫在man function裡面的 寫在man function裡面 你在man function裡面 自己宣告了一個 叫做currentPlanet的這個變數這樣 那這個東西在 這個getPlanet在做什麼呢 就是它就自己在這個方形裡面 也宣告一個這個變數 然後請使用者開始輸入東西 一樣這個scanF這個東西 開始跑這個 請大家輸入 然後開始要去收集 它這個輸入的一個數值 最大的差別 跟剛剛那個scanPlanet的差別在哪裡呢 你這邊不會看到什麼 信號那個東西這樣 也不會看到那個 減大於那個部分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傳東西進來 根本就沒有傳 它是在function裡面 自己就宣告一個local的變數 叫做這個planet這樣 然後輸入進來之後 planet自然它就可以用點的方式 把名字存到這裡 直徑存到這裡 存完之後 注意一下這邊有個重要的東西 叫揮穿這個 把這個收集完的資訊 它的名字叫planet 把它return回去 return回去之後 它就會透過這個等於值 把它指定給你要的這個變數去了這樣子 所以兩種做法這樣 一種是這邊看到的 你完全不要傳這個變數進來這樣 另外一種就是前面那幾頁教的 叫做scanPlanet 你要傳一個output的結構變數進去 指標 所以這邊一樣就是說 觀念上就是說 一個function你可以選擇到底要不要 傳指標進去 還是你覺得指標對你來說實在是太複雜 你就是怎麼樣都覺得它不好用這樣 那你可以思考有沒有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不要指標 像這個就可以不要指標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是這一頁例子要跟大家講的一個部分 不需要指標 你這邊可以做一下註解 就是這是一個不需要指標的一個範例這樣子 就是把這個planet變數直接宣告在function裡面 但是要記得回傳這個變數回來 因為你要回傳的是這個planet 它是一個變數型態 所以你這個function的資料型態 前面也要用成這個 你自己定義的這個變數的資料型態 有點像前面 你如果看前面的話 它前面就是這個 這個例子來說 它回傳的是一個integer 但是你傳進去的是要那個結構 現在剛講的那個例子就是 這邊完全不要傳東西 可是前面這個integer 要把它換成這個planet這個資料型態 就這兩種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體會看看 這兩種的一個差別這樣子 個人覺得兩個都可以 不過搞不好我一開始寫的時候 我會先選擇這一種 因為我剛開始寫的時候 我會覺得指標有點複雜這樣子 但是用過之後又會覺得 它好像還蠻簡單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看一下 等我看一下那個仍然 好 那我們就先停在這一頁好了 等一下我再開始跟大家介紹 24頁這個東西 接下來就會先請大家幫忙做一下 教學一件調查 把大家對於這門課 做到目前為止的一些好的地方 覺得應該要繼續保持下來的 還有一些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讓下一屆的學弟妹可以再 就可以再做更好的地方 幫我們寫一下 然後大概是20分鐘 10到10分鐘 好 那我們乾脆就休息到10點20好了 你們寫完之後 就可以休息一下 後面的鐘10點20的時候回來 這樣 他就交給你 好 好 很謝謝大家剛剛的填寫這樣 那 每次到填這個時候就代表 學期快結束了這樣 嗯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大家二下的時候 才會再看到大家 有個資訊跟大家講一下 看大家會不會有興趣這樣 就是說明天下午3點的時候 我有請一個就是美國intel的工程師回來演講 來細上演講 講的主題有兩部分 一個部分是在美國求學跟找工作的經驗分享 這個可能對一些同學比較會有幫助 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去美國念碩士班 或者是甚至是博士班 或者是你想要在美國工作的同學 那你可以明天下午3點的時候 到6011 我會再PO在Facebook上面這樣 那另外一個主題要講的是美國intel做CPU 上面的叫做錯誤更正碼 也就是說CPU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他會自己修正那個錯誤 這個叫ECC這樣子 就大家買的記憶體 有些也有ECC的功能 如果你以後是 應該說你如果想要聽一下什麼是ECC 或者是你想要更深入了解 ECC的研究是什麼 譬如說你以後可能假設 我們大家有緣分的話 你可能大三大四 也許就會修SOC組的課 那甚至研究所你也會走SOC組 那可能你就會有機會 做到ECC的相關的研究這樣 所以明天講的主題比較大的比重大概六成 我跟那個演講的人是說 講那個留學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怎麼樣子 申請那個資訊 我看系上大概一屆 因為我知道應該不到五個會出國 現在出國的人比較少 不過我知道的都是 只要去了美國幾乎都不會 不太會想要回來這樣子 因為環境上差蠻多的這樣子 如果你是說你想要大三大四 出去交換一下去國外的 搞不好你明天也可以來聽聽看 就是一些經驗的分享 或是詢問一些問題 所以明天因為那個 我不太確定有多少人會來 所以我只有接一間比較小一點的教室 大概只能做四十個人這樣 所以如果你明天有興趣的話 禮拜五下午三點 你再看一下我Facebook上面的那個 原本是想說跟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 然後我會找實驗室的同學去聽這樣子 所以大概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歡迎明天來 就是聽一下看有什麼想要了解的 然後想要跟那個美國intel的工程師詢問的 實際上intel在台灣好像也有研發處 不過人數很少這樣 台灣有一個可以嘗試的是Google Google的辦公室在101大樓的上面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這樣 不過好像也很難進去 除非你可能 你也許可以試試看 像之前人家都講覺得那個 宏達電快要 快要快要不行的時候 突然間 就有一部分的人 全部都變成Google的員工了這樣 所以這叫 不知道該怎麼講這樣子 就是宏達電快要載服載成的時候 有個開玩笑的話是 我就不要指名道姓的 免得因為有錄影這樣 就是 宏達電董事長 大家知道是誰嗎 我之前是聽說的 有錄影我是聽說的 只要是董事長經過的公司 都會 都會變 都有那種極度高峰跟極度低峰的時候 因為他的前一個叫做威聖這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威聖就很像是現在的聯發科 那時候的地位 威聖那時候的地位 在我大三的時候 就很像現在的聯發科 那時候每個人都想要進威聖 那時候的股價大概是 七六七百塊吧 一張六七十萬 後來剩幾塊呢 好像不到十塊 這樣子 現在聯發科好像是多少 好像是兩三百塊吧 還是更高 還是六七百這樣子 所以這叫一代權王這樣子 好不一定永遠都好 壞不一定都壞 你現在可能以後找工作 雖然在一個很不好的公司 搞不好哪天都被人家併購 你就變得很好了這樣 大家都會覺得很開心這樣 所以也不一定 所以大家 以後的職業的道路還很寬廣 盡量多學一點 讓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跳來跳去這樣子 好 好 再稍微複習一下 剛剛講到的這一個部分這樣子 就說 這個十點三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你可以把整個結構 就是丟給那個Function 然後他應該說不用丟給那個Function 在Function裡面 你去對結構的資訊 做一些處理 然後回傳那個結構就好了 只不過回傳的時候 他不會回傳這個結構的位置 他回傳他所有元素的一個數值這樣子 所有欄位的數值 所以像這個樣子 就是回傳這個Planet回去 你只要在MainFunction裡面這麼寫 他就會幫你把這些所儲存好的資訊 透過這個Planet的這個變數 這個Function傳回來 這個CurrentPlanet的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章節其實你只要搞懂幾個重點就好 就是第一個 他是要宣告一種新的變數型態 第二個呢就是這個變數型態到底有哪些欄位 再加上他怎麼取用 是要用點呢 還是要用一槓加上一個大魚呢 你只要搞懂這些 這個章節我覺得就 理解上就不會太過困難 比較困難就是 你怎麼把這個東西融入到 你最後專題要做的東西裡面去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例子是說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我想要我做了一個系統 他可以更新時間 更新我現在系統的時間 譬如說你可能現在有一個遊戲系統 或者是有一個庫存的系統 你想要隨時的更新你目前這個系統的現在的時間 那麼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寫一個Function 然後把目前的譬如說你宣告一個新的變數型態叫TimeT 這個變數型態大家可以在你的課本裡面看到 他就有10分跟秒這個部分 你就把目前的時間丟給他 然後再加上現在經過了多少秒數 丟給他就丟這兩個東西進去 那這樣子他就可以用下面這個code 來幫你算出來最新的時間是什麼 所以這邊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邊你需要就是 他會回傳一個最新的數值叫 所以他的output的資料型態 他把它定義成也是他自己定義的那個資料型態 TimeT 所以這邊你可以註解一下 TimeT是一個自己定義的資料型態 不是以前有的 不是C已經幫你定義好的 是你自己定義的 然後在 那裡面有的東西大家可以看這邊的點 這邊的點 點second 點minute 點hour 他就這三個資訊而已這樣子 那這個function要做什麼呢 他就是把目前的資料型態丟 把目前的結構變數丟進來 就這個timeT 這個time of day 就是他的結構變數 扔給他 他目前是先把他當成input來做使用 然後再丟給他一個 已經經過了多少時間 丟進來之後 他就會把本來舊的 就丟進來這個時間的秒數 加上經過的秒數 算出來一個東西之後 除以60變成是最新的這個秒數 然後依照類似的方式 逐漸的換算成分分鐘跟小時的部分 所以這邊code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只是在換算而已 這邊一樣也是要跟大家講就是 這邊算完出來最新的這個time of delay 他就再把它return回去 把這個time of return回去之後 然後一樣在main function那邊 你就是類似 這個就是他呼叫的方式這樣子 那main function你可以自己再補充一下 就是 就這邊寫一個什麼東西等於這個 他就會更新過去了這樣 有點像前面這個例子一樣 就什麼東西等於這個東西這樣 因為他要回傳資訊回去這樣 所以這邊是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定義了新的結構變數之後 你可以把它扔進去一個function裡面去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 然後再透過這個return的方式 把這個值給丟出來 你就可以拿來做更新這個動作這樣子 所以比較多算是額外的一個例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 好 這裡到目前為止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後面大概就是一些案例探討 就可以 所以今天我是覺得 我每次都很懷疑 我到底要不要講這句話這樣 等一下我們做完卡戶我就知道 反正我們 後面就是一些案例探討 就是說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範例要做什麼 然後code是什麼 你們就可以看一下 看你們自己在專題裡面用到的 會不會用到這樣子 所以就等一下再來講這樣 後面要講一些複數 還有一個應該是 至少我確定有複數 有兩個案例要跟大家做探討 最後有一個那個 比較更進階一點的 跟大家做分享這樣子 好 所以到目前為止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基本觀念是到這邊 接下來就算 點名跟讓大家也測試一下 剛剛教到的一些基本觀念 大家 OK 前面有一些是暖身體這樣子 大概有兩題吧 那兩題應該是非常非常簡單的部分 這樣子 3456就需要一些思考了 因為今天要做點名 所以等一下用個人的方式 來進行這樣子 好 所以等一下大家就 一樣 就照著之前的方式這樣子 好